由花莲县府与门诺医院共同主办重磅 邀请了德国心灵导师古伦神父 还有德国最佳经营者博多杨森免费座谈 而花莲县长徐振卫也来到现场 讲座吸引到超过百位的花莲旅馆业者来到场聆听 花莲县长徐振卫表示 非常忠心能够和门诺医院合作 邀请德国本土会古伦神父来到花莲 跟大家分享心理上以及人生的经验 运用心灵以及宗教的力量 让地方创生以及企业翻转成为幸福的产业 而在古人神父旁边的连锁旅店 企业负责人博多杨森 就是亲身经验的见证者 以及身体力行的实践家 邀请我们的古人神父来到花莲 对于心灵的分享 还有运用心灵宗教的力量 让我们的整个地方创生 或者是企业能够翻转成为幸福的产业 所以我们的博多先生也是一个见证者 更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践家 所以今天特别邀请两位 来跟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 以及花莲的我们地方产业界的好朋友 一起来分享 那我想神父会指无不言 言无不尽 只要大家愿意提出问题 神父以及博多先生都愿意来跟大家来分享 而花莲县县长许正会 自上次以来积极专注关切全球产业 趋势与县内发展契机 为探讨替方庄生观光升级转型的新思维 这次花莲县县政府向世界取经 与某人员愿合作 特别邀请来自德国的两位重量级卡斯 包括心理导师古人神父和自由容约 旅馆集团负责人博多杨森 共同分享地方创生的经验和观点 寻求国际化的创新思维 携手在地观光业者 创造花莲在地成功的新价值 记得Join 华世伯老